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件 释放的核辐射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 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 超过1000万人因此受到核辐射的危害 近20万人因为辐射在10年内相继离世 无数人因为这场灾难无家可归 今天就带大家回顾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灾难 这里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这座拥有200万人的城市看起来生机勃勃 而整座城市的电力资源全部来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这就是前苏联最先进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是苏联能够和美国对抗的资本之一 现在的时间是1986年4月25日 这座为苏联提供聚合能源的核电站内一切照旧 但这里的工作人员肯定想不到 这里即将发生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 此时已是深夜 核电站内的工作人员完成了今天最后一次换班 对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讲 这就是一件事少钱多的美柴石 核辐射 对于这座运行了近十年的核电站来讲 这里的安全措施绝对是最顶级的 所以没有人担心 这座前苏联最大的核电站会出现什么疲漏 但这个晚上却有些与众不同 因为工作人员突然接到了上级的通知 要求进行安全检测 检测的内容为 如果核反应归突然断电 那么在备用发电机启动之前 这座核电站能否正常运行 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 让工作人员摸不着头脑 因为在此之前曾经做过这项安全监测 但一直没有得出准确的结论 原本平静的夜晚 因为这个通知变得紧张起来 工作人员也因此忙碌起来 午夜十二点 一切准备就绪 安全检测正式开始 可意外也随之而来 几分钟之后 核反应堆的能量骤然下降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工作人员的情绪瞬间紧张了起来 为了让数据恢复正常 工作人员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调整 凌晨一点 数据正常之后 工作人员再次开始了安全检测 核反应堆的电源被中断 就在人们以为一切正常的时候 核反应堆内的压力开始迅速升高 控制室内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 指示灯也随之忽明忽暗 工作人员赶紧按下了紧急关闭按钮 试图让核反应堆的温度降低 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 相反 核反应堆内的温度开始成几何倍数增长 很快就达到了正常数值的一百倍 此时情况已经失控 就在工作人员企图制止温度继续升高时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四号反应堆 突然发生爆炸 剧烈的爆炸将四号核反应堆上的建筑摧毁 随后将八吨重的高放射性原料 射入空中 这场灾难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平静的深夜发生了 爆炸声将核电站的消防队员惊醒 他们迅速出动 在爆炸发生几分钟之后就到达了现场 可是面对火海般的场景 这些人显然不够 随后一百名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 而这些消防队员也因此成为了核辐射的牺牲品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核泄漏 所以并未做好防护 他们就这样在最近的距离与核辐射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114名消防队员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倒在了救火现场 每一个人都失去了意识 他们的身体被核辐射肆无忌惮地侵蚀 这是凌晨5点的4号反应堆 此时大火已经被扑灭 但核反应堆却没有停止释放致命性射线 这座小城叫做普里皮亚特 城里居住的全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员工 大约有5万人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核电站发生的事情 太阳正常升起 人们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只有少数人知道核电站出事了 但具体是什么没有人清楚 因为他们上夜班的家人没有像往常一样回来 爆炸发生的36小时之后 苏联的军队终于赶到了这里 但他们也无法让核辐射停止扩散 苏联军队调集了1200辆公交车 任务是将普里皮亚特的所有人全部疏散 此时这里的人们才知道 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人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但他们并不知道事态有多严重 而这座城市中的居民 已经被核辐射侵蚀了36小时之久 情况紧急 人们只能赶紧收拾贵重物品 听从政府的指挥离开这里 他们别无选择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将被送往何方 三个小时之后 这座原本居住5万人的城市变成了空城 疏散任务完成之后 如何解决核辐射成为了苏联政府最棘手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时间 苏联政府出动了1800架次的直升机 向4号反应堆投下了5000多吨的化学物品 想以此制止核辐射的继续扩散 此时苏联政府还企图隐瞒这场灾难 但核辐射已经通过云层传向了四面八方 爆炸之后的第三天 距离切尔诺贝利1600公里之外的 瑞典福什马克核电站检测到了数据异常 并且数值高的离谱 随后这件事情成为了全世界人们最关注的事情 终究是只包不住火 苏联政府被迫将这场灾难公诸于众 为了查明真相 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苏联政府将所有相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召集起来 但是想要弄清楚事实 他们必须进入被破坏的核反应堆内部 其中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那些消防队员就是最好的佐证 但是最终调查人员还是以身试险 深入了核反应堆内部 最终人们推测 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那场安全检测 但是按照规定 安全检测需要在白天进行 因为白天核电站内的所有工程师都在场 如果出现突发情况 可以及时的应对 但是如果白天进行这项安全检测 就意味着乌克兰首都基辅将无电可用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核电站高层就选择将安全检测放到了晚上 但是很显然 他们没有意识到 夜晚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剩下一些年轻人 他们在面对突发情况时 无法有效应对 最终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但是事已至此 苏联政府需要做到的 是将核辐射的危害降到最低 为了完成这件事情 苏联政府决定建造一个水泥防护体 将整个四号核反应堆完全封存 接下来 苏联军队开始冒着生命危险 完成建造任务 值得欣慰的是 他们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 用了206天的时间 将这个水泥防护体建成 阻止了核泄漏的继续扩散 并且将周围30公里半径范围内定为隔离区 禁止所有人入内 但时至今日 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指数依然高得吓人 宛如一个生命禁区 别忘了